各位同胞,大家网上好。 这是我第二次针对新加坡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发表电视讲话。 我国是在2月初把警戒级别调高到橙色, 接着也陆续实行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同时,疫情也在其他国家爆发,各地的病例不断迅速上升。 世界卫生组织也刚宣布疫情为大流行。 疫情变大流行对新加坡意味着什么? 第一,我们所推出的一些措施必须是可以持续的, 例如经常洗手,保持新加坡清洁。 这些不应该只是发生疫情才做的, 而是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二,减少社交接触的措施还会继续, 如果需要参加活动,也必须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这或许会带来一些不便, 不过这需要大家的全力配合。 一直以来,我们的对策是 即时发现,即时治疗, 把病毒传播的范围降到最低。 可是,病毒正在全球各地迅速蔓延, 我国预计会出现更多从外国输入的病例, 本地也面对大规模感染群出现的风险。 这将是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做好心理准备。 在这期间,我们一定要保持镇定, 所有人都要和政府合作, 这样,我们采取的防疫措施才能够保护大家的安全。 这些日子以来, 疫情已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 政府一直与企业和工友保持密切的联系, 不少人都受到了疫情的打击,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以及自由业者, 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 政府会尽全力提供有效和及时的帮助。 二月宣布的预算, 我们已经推出了多项辅助措施, 不过,政府也明白疫情持续恶化, 因此, 我们已经在筹备下一阶段的经济支援配套。 这次的疫情, 考验了我们社会的坚韧性和凝聚力, 守在前线的战士, 例如医护人员, 最终接触者的小组等, 都在辛勤地工作。 我很欣慰, 大家也从多方面支持和关怀, 为他们加油打气, 这给了他们力量, 坚持下去。 许多国人也发挥肩膀精神, 互助互爱, 向为隔离者送上爱心餐, 或是为医护人员提供免费饮料。 这些善举无形中让我们更加团结, 齐心抵抗疫情。 这次的疫情, 也考验了我们的判断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在获取最新信息、 最新消息时, 要会分辨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社交媒体和网络上, 有许多关于疫情的讯息, 有的可以参考, 有的却是无忌之谈, 有的是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不一定都会在这里发生。 即使是新加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结果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情形都不见相同。 总的来说, 这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 同病毒对抗, 并确保我国的经济和国人的生活, 尽可能获得保障。 新加坡要顺利走出这次的困境, 继续向前, 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负起社会的责任, 共同防止病毒的传播。 但更重要的是, 经过这次的考验后,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 大家更懂得关心彼此, 互相扶持, 各尽所能, 一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谢谢。 谢谢。